2012 華山藝術生活節 即將於10月6日至11月4日 在華山文創園區盛大登場 列記連續三年的舉辦經驗 華山藝術生活節 每年吸引超過10萬人次參與 成功打造都市節慶活動 更透過國內外表演場館 藝術節策展人的邀約參與 拓展表演藝術團隊的演出機會 與國際能見度 打造表演藝術交易平台 藝術活節 它其實是一個表演藝術的博覽會 它也是表演藝術的一種版權交易會 為什麼說它是表演藝術的版權交易會呢 是我們在同時透過執行的單位 它其實在幕後有更重要的目的在 我們邀請了 剛剛會聞說是有將近100位 來自世界各地的表演藝術的 譬如說是藝術節的策展人 他們來在這段時間呢 是打開眼睛去看每一場大大小小的表演 那我們的目的當然 它是一種表演藝術的版權交易平台 就是希望我們的表演團體被他們向中了 那麼就可以把我們表演團體帶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去 計畫主持人溫慧文 介紹此次華山藝術生活節的兩大主題表演節目 在藝術生活節可不可以成為一個家庭裡面 父母跟孩子們在十年二十年後 一代又一代的一個共同的記憶 那這件事情是不是可能發生的 那我想這是我們持續希望它可以進行的事情 那今年焦點劇場跟創意小劇場 我想一個著重在市場性 一個著重在創意跟研發的部分 但是市場是所謂擴大的觀眾群 那創意跟研發也是表演藝術發展 不可或缺的兩個翅膀 我們同時需要觀眾 我們也需要有不斷的創意 源源不絕的出來 來引領台灣的表演藝術 可以走向更永續的發展 龍藝台特別呼籲全台的家庭即可上網購票 十月份來到華山藝術生活節 帶著由花博的熱情 把表演藝術當作心靈花朵來欣賞 今天8月7號開始買票 那我想讓我們全國的國民 尤其是小學中學的老師 尤其是所有有孩子的爸爸媽媽們 趕快注意到這件事情 就是十月的那四個週末 趕快思考一下 是不是挑一個時間買好了車票 從台東 從台南 從屏東 從桃園 各地帶著學生專門就是來看表演 2012華山藝術生活節 即日起開始售票 詳請請下兩廳院售票系統 文化部媒體公關組 台北報導